欢迎来到冯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台湾明星方文林从小在亲朋好友眼里 就是音乐天才少女 中学毕业后开始在台中数家知名的西餐厅助唱 1985年参加台视举办的综艺金榜的歌唱比赛 连过石棺 最终斩获冠军 从此一脚踏进了乐坛 1986年巨星刘文正组建《非英》唱片 方文林 依能静 仇海正 三位性格迥异的女孩被其收支会下 她为她们量身定做了合唱单曲《年轻的心》 令她们一夜传红 从而有媒体将她们三人誉为《非英三叔》或《非英三姐妹》 而漂亮文静的方文林尤其被媒体看好 甚至被称为杨林的接班人 1987年 方文林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 凭借甜美的嗓音 亲切的笑容 柔和的外形 俘获了无数青少年男女的心 并以新人之资 夺得金嗓奖 最受欢迎歌星奖 之后她又发行了《送我回家》 泡沫恋情 《在世界放光芒》 《永远的菲尼克斯》等数张专辑 同时也接拍了多支广告和多部影视剧 1991年 刘文正突然结束《非英公司》运作 退出娱乐圈移居美国 事业如日中天的《非英三叔》被迫解散 《三姐妹各奔前程》 邱海正加盟上华唱片 以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开始了自己在歌坛生涯的鼎盛时期 伊能静转千飞碟唱片 凭借流浪的小孩人气持续高涨 同时以侯孝贤指导的好男好女入围金马奖影后 而原本三人中长相最讨喜 最具实力的方文林 却牵了实力相对较弱的辛迪唱片 导致她的音乐视野开始走下坡路 虽然连发几张唱片 但无论销量还是歌曲传唱度 都难与《非英时代》相抗衡 90年代末 面对新人辈出 竞争激烈 老将黯然隐退的局面 方文林开始将事业重心转至影视圈 并且在2005年时 以电视剧《摩歇》 夺得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方文林不但演艺之路浮浮沉沉 情感道路也颇为坎坷 80年代末 正当红的她与歌坛浪子王杰相恋 两人的恋情轰动了华语乐坛 刘文正得知后非常生气 要求方文林立即与王杰断绝来往 然而 一向乖巧听话的方文林当时却被爱情重混头脑 居然与刘文正争吵翻脸 甚至不顾刘文正的阻挠 剪掉了自己的意习长发 从而直接导致她的人气和唱片销量下跌 尽管她爱得一无反顾 但仍然未能与王杰走到最后 他们为何而分手 没人知道 只知道当时王杰曾说过 方文林不是我的女朋友 这样的绝情话语 分手后不久 方文林与心敌同门师弟于冠华相恋 二人于1996年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没想到这个曾经令她觉得连呼吸都有默契的男人 却在2006年被媒体派到出柜 导致10年的婚姻弯弯 2021年 玉女掌门人方文林与前夫余冠华离婚15年 如今 两人的两个女儿长大了 余冠华也在5年前再婚 日前碰到小女儿于其威22岁生日 离婚15年的方文林和余冠华为女儿庆生罕见同框 连南方现任的妻子也到场祝贺 画面难得 于其威过22岁生日 透过社交平台有感而发 回想21岁的自己其实过得蛮精彩的 有好也有坏 最大的突破与改变应该是踏入了演绎这行 这条路上遇到了很多贵人 方文林也留言 宝贝22岁生日快乐 生活在有爱的家是最幸福的 妈咪也祝福你 一切顺行顺利 爱你 2022年56岁的方文林和前夫余冠华离婚16年 两人的感情状况向来备受关注 然而近日她竟公开邀约 小31岁的鲜肉男星主动开口询问 要来我家吗 信息对话全曝光 原来 方文林2018年曾和25岁男星徐涛合作演出电影《大旗下》 两人因此结为好友 徐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四年没见的朋友问他 台北都阴天野 要去台中吗 还有最近常见的朋友问他 要去酒粪放空吗 徐涛都以好啊好啊四字爽快回应 听闻一出 方文林在底下留言邀约 那要来我家吗 徐涛立马回应称 姐当然是好啊好啊 方文林见状又回 哇 一定要得 还加上一个红色爱心图案 让许多网友既羡慕又嫉妒 纷纷表示 粉丝可以吗 算一算 好得也几十年了 我要去嘉一 我也想 能去你家听你聊那个年代的事吗 但方文林也不是一直都和前任保持和平 2010年王杰录制《SS小燕之夜》时 突然在节目中怒指方文林骗钱骗婚 我和他只交往了半年 请大家不要再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 我的房子 车子什么都被他骗走了 我在事务所等他登记结婚 却怎么等都等不到他 同时 他还指责方文林私生活不检点 这一系列猛料爆出后 立即引发娱乐圈大地震 关于两人的陈年往事也再度受到关注 不过 方文林随后却称 王杰完全就是在搏关注 而自己并非贪财之人 早在认识王杰之前 由印尼富商要送临海别墅都被他拒绝 又怎么会骗王杰的那部破车子 同时 他暗讽两人当年交往时 王杰不如自己红 因此分手时 王杰还曾以性命相逼 只为求他不要分手 关于王杰指责他生活不检点 他则怒斥是无稽之谈 对此 大家只是觉得 既然两人的人生已经各自驶向了不同的方向 就让当初那一段枉然的感情成为追忆吧 何必再回过头来相互指责 2022年7月26日 方文林释出一段高难度的空中瑜伽片 尽管是NG版 但他凹凸有致的火辣曲线仍一览无遗 这件影片中的他身着黑色露度上衣 蓝色紧身裤 一双逆天长腿靠着挂步在空中平衡 整个人悬挂在半空中 尽管一度失败 方文林还发出嘶吼声 但他仍不屈不挠 最后终于成功摆出优美姿势 并表示 就喜欢放NG片给你们看 方文林说 自己真够努力 24日台中演出完毕 照理说会好好休息 但他隔天就去跑步 26日又练习空中瑜伽 预计27日就开始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的排练演出 他说 把握这两天空档做自己喜欢的事 也就像给自己充电一样 能量满满后再投入工作 《王伟中》在节目《诶 我说到哪里了》中 专访了玉女掌门人方文林 两人在2022年6月24日到26日合作舞台剧《明星养老院》 唱谈明星《感苦》 方文林坦称自己的心路不是一路顺畅 有两年甚至完全没收入 在经济压力下 他主动询问认识的经纪人 可不可以跟他签约 没想到被无情拒绝 让他真的很伤心 甚至在女儿面前无主哭泣 方文林说 后来他体会到妈妈也可以在女儿面前脆弱 这些挫折反而让我跟两个女儿更亲近了 方文林说 前几年因为弟弟过世 他心情非常不好 连母亲节看到女儿送上的蛋糕都能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以前很强大的他变得很脆弱 好在女儿贴心照顾 让他开始想变强壮 决定跑步来发泄情绪 只是他一开始偶像包袱很重 觉得在大家面前跑步很丢脸 只敢在家里跑 居然能在房里从左到右折反跑上两公里 王伟忠孝说 应该每个楼下都觉得自己楼上邻居是方文林 后来方文林爱上户外跑步 还自创佛系跑步法 念着阿弥陀佛跑十公里 让身体与精灵都改头换面 散发出健康自信的光芒 王伟忠问方文林怎么看待感情 方文林坦称 自己在爱情中受过伤 但从不后悔 而且他很感谢自己愿意在爱情中成长 让现在的自己这么棒 被问现在女儿谈恋爱 会问他对象好不好吗 他表示自己从不给建议 只告诉女儿每段感情都要好好体会 如果失恋 抱着妈妈哭一哭就好 开始期待下一个对象 王伟忠听了很羡慕 因为他年轻时失恋了很难过 他妈妈只会说 失恋 我打你一顿你就好了 面对年龄见长的处境 方文林在节目中大声说出 我五十几了 不怕老 因为有运动帮助心情转换 他觉得外观上有些白发没关系 还坦称 自己年轻时曾打过肉毒 后来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奇怪 连朋友都不太认出他 所以此后就算了 就算有皱纹 也还是方文林 不再怕老 方文林表示 明星养老院是他人生第一次演出舞台剧 感觉非常过瘾 而且这次他发现 观众还是非常支持他们的演出 而且明星养老院传出口碑后 陆续由舞台去找他 他在《时光的首相》中 甚至要挑战一整段日语台词 王伟中说 方文林在舞台上越演越好 所以打算把他打造成喜剧态斗 甚至逼他把鸡蛋两字讲出委屈的感觉 让方文林频频笑场 笑说 这就是舞台剧最有趣的地方 有无限的可能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